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我手上这台GPD Win Max的一个游戏表现 然后,今天我们来测一下怪略吧 对,这边我会用雷蛇的一个插件 来记录一下它的这个具体表现的帧数 然后这边是摇杆的开关 我们来开启这个摇杆 这两天正好怪略更新了新的那个热情记 就我们还是有很多活动可以参加的 对,我找不到手机夹 就这边,类似上面有个圈一样的一个不光灯的东西 在这边帮我夹了个手机 叫声 对,这边啊 对,这边是 对,这边然有一个不光灯的 给了个手机 对,这边就不妙了 对,这边就没了 在这边的组成 它的帧数基本上来说是30帧以上 现在看到的像33帧40帧这样子 我们前面拿了个票好像 对又拿了张热情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赛尔还是新的活动任务 我们就参加这个 我们就打只黑狼鸟 我们就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啊 感谢观看 这只小小的黑狼鸟 这只小小的黑狼鸟 这翅膀还是很硬 在四人连接情况下 我们这针算稳定 能保持30针以上 就很舒服 来个灯笼 很漂亮的都展到了 这小小的黑狼鸟 都很好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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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秒钟 哎呀,这翅膀应该暖一下 太硬了 太硬了 灯笼斩死了 可以可以可以 看这帧数就一直很稳定打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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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保存出去看一下帧数 哎呀 点错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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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不说 这 这代掌机用的10代i5的i-slack真的是非常棒 然后加16GDDR4的内存 就 虽然我们配置会开的低一点 然后屏幕分辨率会低 但局限于屏幕的这个大小 所以说 整个体验还是非常棒的 就我们绝对可以实现了 就像以前 在床上打PSP里的怪略的一种感觉 对 我们来打开我们的这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帧数前面的 就大家看到 就平均帧数都是在30帧以上的整个帧数 还是非常的稳定的 好 今天就到这 然后 下次有机会再给大家录别的